嗨大家好我是酸 所以今天一樣是戰狸 戰狸其實還是一個不錯的東西 他現在是一個蠻穩定的T2角 現在其實不大確定到底T1角是誰 不過他其實是可以玩的 主要是因為他的那個夥伴 其實也只是個兩性夥伴 所以其實蠻快就可以抽到警嘎 然後開始滾雪球 然後又是一個內建雪球的夥伴 這次的這一局 其實我一開始拿到的那個三星卡是非常爛的 所以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到底如果你拿到比較爛的三星卡了 到底要怎麼處理 那這一局一樣是有機械 然後有兩個Token 也就是有魚Token跟野獸Token 然後有機械有野豬 那如果說 就是一般來說你最差就大概是 最差也未必是這樣 反正就是你如果有野豬 你還是拿野豬 然後這邊 我們前面還是希望版面 上面要有Token 那有Token就直接拿Token 這種比較招 其實我們大概還是要升星 因為我們還是要趕快搶三 然後把一些三星卡做出來 就這還是有一點點Combo 只是很明顯我們沒有聖盾 所以這個破盾珠珠就沒有什麼用 然後我們也是千辛萬苦塞 刷到一個Token 對面其實也沒有到非常厲害 他到底怎麼拿到那個 那個魚人 魚人隊長拿到多一滴血 不過總而言之 呵呵呵 所以前面這邊就拿野豬過渡 然後因為對面是樹木漢兒 所以我們就拿這個 麥田 有機會多結一些樹木漢兒的衍生物的東西 他看起來卡在一等 OK 這邊有拿到謝謝寶石 如果說 就是 毒再少一點的話 玩野豬會更好 然後基本上 這邊我們就是玩聖盾 然後再混搭野豬 這邊就 拿這個野豬Pay 然後賣一張Token 然後升星 就大概這樣 呵呵呵 所以我們等一下 我們現在已經升三了嘛 然後等一下我們要拿的東西是 聖盾機械 聖盾龍 然後 我們這樣就有聖盾康果 然後還有一些三星的野豬卡 都很好 這隻基本上你 必須要有野豬跟機械啦 然後還有 呃 龍獲元素 這隻才可以玩 因為這樣你可以保證 至少有兩張聖盾的種族Pay 然後還有一個 這個 呃 然後還有野豬 因為他們的這些野豬的三星卡也都很好 OK 所以我們這邊就要想辦法骰到我們的關鍵帳 這個野豬就 來了就先拿 先不要挑 我們現在前面的錢還非常少 所以主要還是要先把三星卡先湊出來 而且我們夥伴已經到了 所以其實 呃 夥伴上上來 這些三星卡就可以開始滾絕疚了 這是一個聖盾機械 所以我們就直接冰起來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個 就是野豬人騎手其實本身也自帶雪球啦 所以就是 其實也是不錯的東西 然後 然後遊戲給我們這個東西 我們當然就是玩這個 這個東西 沒有 不可能特別去挑一些其他有的沒的 你論上這個聖盾竹竹就是破盾會給你寶石 竹竹也是很好的東西啦 就是你很容易用這個 然後配上一些聖盾 然後就可以 後面可以用它來拿寶石 OK 我們這邊接下來就是在把剩下的一些兩星卡拿掉 然後換成三星卡 然後我們現在已經有兩對三星卡的Pay 然後我們就想辦法再抽更多Pay 更多聖盾 如此類 然後這邊我們其實不用太急著升星了 剛剛其實可以考慮拿偏寫機器人 可是你如果拿偏寫機器人的話 就是你會有更少錢 然後就很難再骰到一個真的三星卡出來 所以這邊我們選擇就直接拿這個 一樣是三星野豬人 這張也很好 因為他 一方面就是 是野豬裡面成長體質很快的家夥 然後一方面他也是一個三星卡 然後以後你可以再用他 再用那個 線線寫寶石轉移的那隻野豬人 把他身上寶石轉移給一個聖盾手下 或者其他東西 比較理想的狀況其實是 我們前期拿到更多這個 呃 疾背野豬人 這樣子就可以拿到更多的 成長 對面在玩這個 新的 算是新的角色啦 呵呵呵 因為他英雄能力整個被改了 其實還蠻有趣的 新的那個塔姆星 所以現在基本上我們寶石是有點自足的 所以我們其實不缺寶石 那就 只是要把三合一做出來 這邊其實 呃 有一點點尷尬 因為其實這個 疾背 這個刺背野豬人 我們其實也蠻想要的 可是已經沒錢了 最有影響力的應該還是 寶石 因為其實報復也未必 未必觸發得了 所以我們鮮血寶石就全部都丟到 這個 聖盾上面 發揮到最大價值 然後我們還是有一對胚 然後之後這個毒還是可以走 然後把他換成其他東西 你可以看到這個 破盾珠其實有點爛啦 就是 他其實只有給我們兩顆寶石而已 可是說實在 終比一顆都沒有好 呵呵 而且他還是有機會可以三合一 說實在我覺得 我覺得詹莉有點是 一定要玩野豬人 不然玩其他的你就要 可能聖盾三組也可以啦 就是 你真的拿到 機械 龍跟元素 然後 都拿到他們三星聖盾 那樣子你 血球方式其實就 就變成要還要再靠一張四星之機械 所以這邊一樣抓這個胚 我們這邊就想辦法抓胚就好了 其實這邊也可以考慮把那個 把那個包子換掉 然後上這個 吃北韓兒 不過包子目前還是比較強啦 而且我現在血量不是最健康 版面也看起來沒有到非常強 所以 就不要打這種 不會啦 我們就 純粹是湊對就好了 對面其實還蠻強的 不過對面的陣其實 還是蠻容易被聖盾破的吧 就是如果你直接拿一個燒 然後把他的 盾都燒掉的話 其實對面還是蠻痛苦的 而且這局有野獸 他直接嘲諷小黃 其實未必是一件正確的事 我們暫時還是不理他 這邊被暴揍到九滴 其實非常的危險 不過我們這邊夥伴直接合起來了 然後又有一個 這個豬豬三合一 總算有三合一 所以這邊可以想一下 到底要不要碰六 那我這邊原先的想法是 就是我們可以 我們至少要碰一張五 就假設碰六的話 會變成只有碰一張起來 然後 這個狀況就會有一些些尷尬 然後後來我會想說 至少我們碰一張五 因為五星其實也有蠻多不錯的東西 那神聖機魚人其實不錯 然後還有比如說 讓你的鮮血寶石 從加一加一變加 加了豬豬其實也不錯 有幾張牌其實都還蠻不錯的 所以有阿古斯 我想把我的聖盾直接嘲諷起來 因為現在這個機械其實有點難刷新他的聖盾 然後這邊蠻有趣的一點是 其實還有這個寶石轉移的野豬人 所以我可以直接把這個刺背的 刺背身上的寶石全部直接轉移掉 我其實打的順序有點不大對 就是 我可以留這個寶石的 直接轉移 這樣轉移比較多啦 可是 這樣子我們最後擺會時間來不及 把那個東西做大其實是一個蠻好的想法 後面其實蠻 都在靠基於人在打 呵呵呵 這邊轉移之後其實也可以直接讓那個刺背走 不過刺背走之後其實也 不大確定到底要上誰 因為 我們的那個騎手也在 除非你騎手跟刺背都走 那樣感覺好像損失 一下損失太多體質 OK 成功勝利 而且你可以看到 因為有那個聖盾刷新的緣故 所以其實我們拿到的寶石也變多了 這其實也只有兩個盾的寶石啦 只是因為我們三合一了 所以我們最後這個位置 現在變成還是想要 然後再一個聖盾 那還是三星的聖盾比較好 因為會再吃一點這個成長 其實剛剛小黃也可以考慮啦 所以這邊基本上我就用這個 呃 豬豬在 用力也濃一波 然後就差不多了 這邊其實我應該就把寶石全部塞到這個 寂寅人身上啦 不過 我沒有想清楚 我原來想說這個機械還是會刷新 呵呵呵 不過這個機械 三星機械其實會自己慢慢長大 OK 對面帶甩棍 我要確定他想要幹嘛 不過他其實還是解了幾乎兩張 他有一個超級大的 超級大的才藝龍 不過這邊仔細算一下 其實我們會打平手 呵呵呵 所以這邊可以再抖一波這個寶石 然後 這個豬豬就可以走了 那我們要再找一些聖盾來刷新我們紀元的盾 一樣不擠著牆 因為其實我們的版面真的沒有很強 版面真的不強 所以這個聖盾龍我還是考慮了一下 還有這個十星機械其實也可以考慮 不過我最後是想還是拿聖盾龍 聖盾龍還是比較強一些 因為聖盾龍其實有一個很特別的特性 是他有 他具有兩面盾 所以他是有機會刷新我們的這個鯉魚人兩次的 在後面其實還會還蠻關鍵的 這邊合體威脅者貼這個鯉魚人 因為鯉魚人有 所以我還是有機會重置我們另外一個機械盾 這個擺位也是一個非常神奇的擺位 主要是因為我 我們基於人擺第一位 所以 破盾其實 就是會很不確定 而且我們又有架兩個 架兩個嘲諷 對面是一個三灰的陣容 其實非常兇 如果你會看到他的灰對於我們來說其實還是偏小 所以就 沒什麼問題 然後這邊你也可以看到這個 聖盾龍就是 積極的表現 滿手鮮血寶石 這些鮮血寶石基本上就是駕駛駛喔 然後其實駕駛駛不是一個很快的血球啦 不過就還是堪用 主要就是要放在這種會重置很多次深蹲的憾兒身上 這邊主要問題是我不知道對面到底多強 而且我們現在這個版面還是 就是有點弱 所以我還是想要 我想要把夥伴替走了 然後 想辦法看能不能再提升一點 最後的名次上來 所以我看了他很久之後 我最後是決定 因為他原先就有一個墨具了 然後 他原先就有一個毒盾墨具了 所以對我們來說實際他是一個 滿大的威脅 我在想大包升星 要升星 然後還是要賣夥伴 還是要幹嘛的 可以升星 然後賣夥伴 然後就 拿這個聖盾龍做結啦 不過總而言之就是他還滿強的 然後 這邊要仔細的想一想 最後 最後決定不升星 然後在這邊多灑一下 多拿一個聖盾憨兒 最後 最後時間來不及了 多拿一個聖盾龍 其實讓我們 就是 更朝向這個機械刷新的走向 這邊有兩個毒 其實非常的危險 不過他把毒架嘲諷 所以 他變得有點 打完我們會特別弱 就是還滿詭異的 因為我們的聖盾都是放在前面嘛 那等於說 就是 毒 很容易就是都給我們的聖盾吃掉 所以這邊 聖盾龍又再次大型升威 一個吃來的聖盾刷新 直接把他帶走 這裡要想的事情 主要是我們要怎麼變強 然後 到底什麼時候要升五星 比較常升五星的狀況是我們 最後一個三合一 這個聖盾龍 終於合起來的時候 我們可以碰一張6 那這邊我還是在想 到底我要不要再多抓一點 呸 因為最後我們還是 大概還是要用 用毒來把一些東西 就是 毒來填補最後一兩格 毒跟小黃之類的東西 所以這個聖盾龍來 剛好來了之後 我就直接升星了 因為我們現在如果碰起來的話 會直接變弱 然後 我們先升星 然後下輪直接碰6 碰6我們就要找毒 找蜘蛛 甚至找磁蟹也 可能還可以啦 我直接全版給聖盾 呃 全版給 寶石的東西 我對面一樣是非常厲害 然後因為我架了兩個 架了兩個盾 架了兩個嘲諷 所以導致 沒有辦法爽爽直接 硬刷那個 硬刷我們這隻 他那隻還是有點太大了 欸最後重生那個六星 其實 還是很厲害 這邊還是有重置到這個聖盾 又重置了一次 這邊是剛好不大夠 我死了嗎 我其實沒有死 這邊其實沒有死 應該沒死吧 對啊 剩3滴 真的差一點點而已 OK 所以我們這邊直接碰一張 上去 米克斯納 這個豬豬其實是可以拿 因為我們手上的寶石可以 變成兩倍價值 還蠻不錯的 等於說花3塊 然後是加7加7 倒黃也很好 這邊我們接下來就走這個野豬人 騎手了 對方體質也不好 所以這樣大概就是我們最後最強版面 我母星剛這邊也在找 重生梅克斯娜的東西了 我也沒有找到 OK 最後這個傢伙是一個跳蛙陣 一個還蠻 完整的跳蛙陣 他上雙17我覺得還蠻 憨的啦 他其實一個17已經蠻大 他上雙17就是防別人有甩啦 因為他如果不上那個17的話 我們其實可以直接把他兩個數檔都甩爛了 然後他陣就沒了 不過上17還是可以甩掉一個17 呃 上甩還是可以 打掉一個17跟一個小的數檔 所以上甩大概才是打贏他唯一的方法 我們非常的沒有辦法處理這種東西 儲備上甩 然後已經沒有血量再去 再去上甩 所以 直接 爆開 那最後 最後到的體質超超誇張的 這17活超久 兩個17還是有很多好處啊 就是你可以看到他其中一個17已經死了 可是他另外一17還在 然後 就等於說保證他 後面 的17不會那麼容易都全部不見 然後另外叫他打 打屍體陣亡 呵呵呵 GG 第二